第六場,三班千二米 5號的起勝勁區,原本是報名爭跑打比的 然後報名加入 最後上場搶不到分 但上場的表現,其實都蠻眼軟的 其實沿途發揮,我覺得蔡明少那艘姜誠也不太好 即是較為放鬆一點,一貫的姜誠跑法 最後上場搶是慢一點 到衝得最強時,在內蘭左捐右捐 連打比也沒有 衝得最強時,塞車了 這次跑不到打比 回到三班八十至八十五分的賽事 對於一盤,有一堆兩班對手 他又擺到潘頓上去 跑不到大賽,贏三班也好 這些馬上場,可以說是災難性發揮 打王牌報名,放在潘頓 葉滿都要交代 1號的轉數高 現在的分數真的比較浪 兩班也是最多接近 三班就適合80至85分的賽事 菊草、田草都很薄 上場都追得不錯 跑到第三班回來 起乘境區塞車 剛才看過 這次再對女子 磅位差不多 我覺得他也有機會跟五號困牙 八號的天內天 都是有份報名跑打比 狀態一定會操練到一身 內河在三班,不夠分跑 上場菊草 都略上來的角蘭跑第四 這次換人了 換了波建士 我自己覺得 這些騎士,騎到大摩這些馬 會有些東西交出來 特別是冷門這些天內天金場 應該未必有太多飛數支持 反而直薄一點 但唯一擔心這隻馬的長力問題 冷門是拖一下 可能比一比 11號的軍威陣 近兩次都佔見到位 之前排了一場千八 追得不錯 跑第四 上場的局數 我擔心他比較多急彎 適應不到 但不是 直路 出了頭先 被起勝競區 穿上來贏了 這些馬試好長力 回到田草2000 放到莫雷拉上去 都是薄殺格來的 今次選擇5號的起勝競區 1號的轉數高 8號的天內天 和11號的軍威陣 這四是胡穿 如果稱為WIN 是5號和1號的機會較高 沒問題